进疫苗不过暂时不对65岁以上的人来施打 疫苗咨询专线开设后 日本民众反应热烈不停抠进来询问 17号开始医疗人员将开始施打辉瑞疫苗 首批接种到的对象是20岁以上的医师及护理师 约医治2万人将在100间医院施打 不少医院已经备好超低温冷藏库 以-70度存放疫苗 员工餐厅也变成接种的地点 预计到3月中旬会有370万名医护人员施打完毕 在4月开始针对3600万名65岁以上长者施打 16岁以上民众则无强致力尊重个人意愿 日本政府还预计实施300万人的大规模问卷调查 追踪施打疫苗后的副作用 其中100万人将透过社群软体联系进行调查 最近有以色列的数据显示 接种辉瑞疫苗后 有症状感染率比未接种者下降了94% 而且各年龄层都有效力 希望能增加民众信心 相对于全年龄层都可以施打的辉瑞 AZ疫苗国际上认为 它对变种病毒的效力仍有疑虑 进南非之后南韩也宣布 战时不对65岁以上的高龄长者施打AZ疫苗 记者林卓布总